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做好的黑芝麻牛奶倒入一个大杯子里 然后加入其他的食材 糯米粉 奶粉 还有淀粉 换一个大点的碗比较好搅拌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做好的黑芝麻糊要给它过滤一下 这样你做出来的麻糊口感是更细腻滑嫩的 黑芝麻糊我们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准备夜香味 那这里我准备了有糯米 奶粉 还有玉米淀粉 把它放在一个大碗里 那现在我加入牛奶 那这里是椰奶 然后我们把这些食材搅拌均匀 我们把搅拌好的面糊也是把它过滤一下 这样口感是更好的 然后现在我们把椰丝放进去 搅拌均匀 我们把麻糊糊放到蒸锅里 用大火把水烧开以后保持中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制作水油皮 水油皮在这个配方里面我给大家提供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 一种是原色的 我们先来做红色的 这里是中筋粉 低筋面粉 糖粉 奶粉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冰水 那冰水大家不用的时候呢要放在冰箱冷藏 好了我们打开机器 开始低速搅拌 等我们的碗里已经看不到多余的干粉以后呢 我们加入室温软化的黄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油是非常软的 这样室温软化的黄油我们把它加进去 然后呢我们把面团揉成手套膜的状态 在我们的面团成团以后还没有出馍之前呢 大家可以加入一些红色食用色素进去 然后调成自己喜欢的红色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面团就已经揉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手套膜的状态 那我们先揪一点点小面团 然后像做面包一样 我们把它轻轻的延展开 那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薄很漂亮的这样的手套膜 我们的这个水油皮呢就做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把面团放到碗里 盖上保鲜膜让它松弛一下 我们原色的水油皮也已经做好了 这个触摸状态呢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 是和红色的是一样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这样呢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油酥月饼呢是超级好吃 而且真的是起皮是很酥的这种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放在碗里盖上一层保鲜膜 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两块水油皮呢放到一边 让它去松弛一下 那在这里呢我准备一个大碗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做油酥 这里呢是低筋粉把它放进来 这里呢是猪油 那我们用一个刮刀呢把这两种食材给它搅拌均匀 那油酥呢我们取一半出来 加入一点点红色 食用色素 那加了多少呢按照自己的喜好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朋友喜欢比较红比较艳的 那你稍微多加一点 如果你喜欢比较浅的颜色呢 稍微少加一点点也可以 或者加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的麻薯已经蒸好了 那么我们趁热呢放上黄油 把黄油呢一点一点的揉进去 直到它全部混合在一起 我们所有的食材准备好了以后呢 就开始给它分份 水油皮和油酥呢分成20克一个的剂子 那我们的连绒呢分成25克一个的剂子 那我们的麻薯呢分成10克一个的剂子 下面我们把油酥包到水油皮里 我们把水油皮呢稍微摊开一点点 因为它很软 所以说很好包 然后呢我们把油酥包进去 把底下的口呢收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收口处向下 放在烤盘上 让它稍微松弛一下 像这样 我们包完水油皮以后呢 现在我们来准备内馅 那内馅呢我们就是把分好份的这种连绒呢 里面包上我们刚才自己做的麻薯 然后把它收口 团成小球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面皮擀一下 我们把这个面板上呢稍微撒上一些干粉 然后把这个收口处向下压扁 上面稍微撒上一点点干粉 然后我们把它擀开擀成牛舌形 然后我们卷起来 我们再把接口处向下 把面皮擀开 我们再把面皮卷起来 这样呢一个剂子就完成了 我们把完成好的剂子呢放到一边 现在呢我们开始来包月饼 我们取一块水油皮 然后把接口处向上 按一下 我们把剂子呢擀成7公分左右的大小 原色酥皮呢 我们包入黑芝麻麻薯下 我们把馅料呢使劲往里塞入酥皮 因为酥皮比较软 所以说比较好制作 塞进去以后呢 我们用这个右手的虎口处 把酥皮捏紧收口 然后我们将收口处向下 整一下形 然后再用手掌把它按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红色酥皮呢我们包入椰子味的内馅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预热你的烤箱到170度 等一下呢我们的月饼放到烤箱里呢 再把烤箱温度降到150度来烘烤 现在我们用另外一个烤盘压在月饼上面 这样我们在烘烤的时候呢 月饼会更加平整 我的月饼已经烤好了 现在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压上烤盘 烤出来这个月饼呢是比较平整的 低温烘烤以后呢 我们的月饼也不容易变色 现在打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还热乎乎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拉丝的麻薯 超级软糯 这个月饼的特点呢是外皮酥脆 麻薯呢香甜软糯 这个食谱希望大家喜欢